北寶客的救星 記憶卡殺手 哈囉我是Danny 如果你跟我一樣 常常到戶外去玩空拍機 或者是拍照的時候 發現自己的記憶卡 常常都被當下的美景給塞爆了 這時候你又沒有電腦可以去做備份 那麼你可以考慮一下 WD My Passport Wireless SSD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產品呢 簡單來說 它是一顆無線的硬碟 當你要備份記憶卡的時候 不需要透過電腦 就可以安全的 無憂無慮的備份在這顆硬碟裡面 當下我為什麼想要購買這項產品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我在去年的時候 我去印度克森米爾爬山市 大概是在第五天的時候 我的手上的記憶卡幾乎都快又滿了 那那時候我解決的方法就是 我帶了那個 iPhone的USB線 然後呢可以直接插記憶卡 把我的資料全部刷進去我手機 但是差不多在 一天還是兩天 我手機的記憶卡也都滿了 所以當下說 哇靠我的 我有相機 啊我有風景 可是我拍不進去 我沒有記憶卡可以拍 所以當下其實 為什麼我記憶卡帶的不夠多 因為那邊真的是太美了 到最後呢 我是移動到了列城 然後那邊是比較 屬於觀光客比較多的地方 然後那邊就 網咖 但是 很破很破 對 去到有些國家的話是 沒辦法去做備份的 那你只能帶自己的硬碟 然後 跟別人借電腦 或是跟朋友借電腦去做傳輸 但是會有一個疑慮就是 別人他可能要相信 你的硬碟沒有讀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 這方面就會很不方便 那第二個呢 就是在大概七個月前 我拍了一支 陽明山大眾走的影片 那看過我影片的人應該知道 在開頭的時候 有發現我的 Gopro的機卡 在我回家的時候 是無法去做讀取的 那我又使用了三個月圓軟體 也沒辦法將機卡裡面的 資料給救回來 那只有相片而已 影片是完全沒有 那我其實當下是 非常非常的崩潰 因為我把 辛辛苦苦爬了一整天的山 還有 朋友的那些爬山的過程 都被我搞砸了 所以 當下呢 我就記取一個教訓 我以後出去 就會 會至少帶兩張記憶卡 那我現在使用的記憶卡是64GB 那我會帶兩張 我不會買一張128 因為 分散風險嘛 不要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所以大概會帶兩張 第一 帶兩張的原因是 如果假設我一張記憶卡滿了 我可以換另外一張 第二 假設我發現我第一張記憶卡壞掉了 那我還有另外一張可以去做補救 那如果假設我是去 兩天的行程 我一天就會把一張記憶卡給用掉 那第二天的話 我就會換另外一張記憶卡 那這個的觀念就 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至少你還有一張記憶卡 假設出事情的話 還有一張記憶卡可以去做使用 所以說呢 素材遺失 其實對一個影片創作者 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損失 但是話說回來 現在相機的技術啊 越來越發達 隨便一張照片呢 可能就是幾千萬畫素 導致你的容量 一張照片大概就是 二十幾MD都有可能 那像我的話 可能就是比較拍動態的攝影 這個容量呢 會遠遠的遠遠的大於 單純只有拍照的容量 那WD My Passport Wireless SSD呢 它可以讓你至少買一張記憶卡 並且不用讓你帶著厚厚的筆電 就可以安全地保存好資料 並且呢 還可以及時的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因為它有很多的功能 所以我就以爬山 以及出國的使用者角度 為出發點 來跟大家去做分享 在產品外觀的部分 主體的外部 有一個橘色的防震橡膠保護套 那在正面的話呢 有三組的LED燈 分為電池 Wi-Fi 與音碟狀態的指示燈 那在側面的話呢 有電源鍵 USB 3.0 2.0的孔 以及最旁邊的話呢 就是電池狀態與SD 一鍵備份的按鈕 那在另外一側的話 就是這台最特別的地方 SD記憶卡卡槽 那在功能性的部分呢 我就先從SD卡槽的一鍵備份來開始說起 在開機的時候要長壓電源鍵 在左上角的部分呢 有一個指示燈會先亮起 將你的記憶卡插入 按下備份鍵就可以了 非常簡單 那看到左上角的狀態指示燈 一個燈的話是代表25%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四個燈了解它目前的傳輸進度 在讀取的時候會以藍色的閃爍電源提示你目前的讀取進度 那如果你是使用空拍機 或者是GoPro的運動相機 那你可能就會使用這種比較小的MicroSD 那你也不用擔心 你就透過轉接卡直接去做轉接 直接去插入就可以去做讀取 那以SD卡槽傳輸的話呢 硬碟的速度是每秒65MB 如果你是使用比較高階的相機 可能你的記憶卡是使用TF卡 那TF卡的話你可以使用外接的讀卡機 直接去做備份 也是OK的 那如果第二個呢 如果你想要去讀取你硬碟裡面的資料 它有一個完善的專屬APP 它的名字叫做MyCloud 它有一個繁體中文的UI 並且呢介面非常的完善 包含設定密碼、容量、Wi-Fi共享連結、電池等資訊 都可以從這個APP中去讀取 那開機之後呢 等待一段時間讓主機開啟Wi-Fi 等Wi-Fi setting好了之後 你會發現你手機裡面的設定呢 分別為2.4GHz以及5GHz的雙頻款 那簡單來說明一下 2.4GHz以及5GHz的差別 如果假設你是比較需要傳輸速度比較快的話 你就選擇5GHz 那如果你的硬碟可能是放在 嗯... 廚房 或者是放在 呃... 浴室好了隨便 那你人是在房間你要去做傳輸 你會需要比較遠距離的 那你就選擇2.4 那在第三個的話 它是SSD的硬碟 那如果它與電腦去做連接的話 它傳輸的速度可以達到 每秒390MB 那麼在Wi-Fi的部分呢 它是使用802.11ac的技術 它可以支援4K的影音串流 如果你有iPad的話 你可以透過 那你要是透過Wi-Fi 它就可以直接在你的手機去跟它做連接 那你可以直接去做觀看 那你就不會像以前都把很多的電影啊 好幾句都塞進去你的手機裡面 去占掉你手機的容量 那在第五個部分呢 它有全天候的電池續航力 那官方的呃... 數據呢 它是寫長達10個小時的使用時間 不需要外插電池 像比如我們的硬碟 你要去插電腦 那電腦供電給硬碟 它才可以去做運作 但是它本身就有6700mAh 它不僅呢 可以自己供電 還可以幫你的手機 或是你的iPad 或者是你手電筒 直接去做充電的使用 所以呢 你出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再掃帶一顆行動電源 減輕你的重量 那這第六個優點呢 它可以支援RAW檔的觀看 以及編輯 像比如有些專業的攝影師 他可能一拍完照 記憶卡刷進去 他可能就要透過iPad 或者是呃... 電腦直接下去做編輯 那你可以直接連線它 那可以直接抓去它的RAW檔 直接去觀看你的 呃...相機的檔案 那在保護性的部分 在WD My Passport Wireless 它其實有兩種版本 一種是傳統硬碟 那我這種的話是SSD硬碟 那傳統硬碟的話 可能會透過搖晃啊 以及碰撞 而導致硬碟壞鬼的情形 那如果像SSD的話呢 它就有一公尺的防震防摔的功能 並且呢 官方給了兩年的產品保固 我覺得這兩年產品保固 很給力 像我們平常電腦 手機都只有給一年而已 它給了兩年 但是其實啊 有些人有疑問 那我可以把我的素材 直接上傳到雲端就好啦 有些雲端又不貴 對不對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們目前雲端的技術呢 它最主要還是會依賴它的網速 那如果在台灣的部分呢 網路的速度還算是OK 但是如果你去到有些國家 速度不像台灣這麼的快 有時候你去到比如車站 或者是旅館 那個網路是那種幾KB在那邊掉的 可是像我們這種相片啊 你出國你拍那麼多相片 或者是影片 是拘來拘去的 就是你要傳到美國幾年 對不對 那有些網路呢 還慢到就是還會斷線的那一種 我告訴你 你一定會起死 我告訴你 那如果你真的是想用雲端的話 那我還比較建議你可以去使用 像NAS的這種產品 這算雲端啊 可是它的伺服器 你的資料是存在你的家裡面 這樣子也會比較安心 所以像我使用的方式啊 像我上個月我去印你九天 我所有的素材 全部都是靠著我的印別 一氣合成的刷進去 我沒有帶自己的電腦 也沒有使用當地人的電腦來去做備份 好啦 綜合以上的敘述 WD My Passport Wireless SSD 絕對是非常適合登山客 專業攝影師 或者是常常在國外旅行的背包客 安全備份資料的裝備之一 好啦 今天分享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假設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讚加分享 加 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